美国总统拜登2月28日上午抵达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进行年度体检 预计将在下午晚些时候正式公布他的体检总结报告 虽然此次体检是一项例行检查 但今年他对这位81岁的现任总统来说事关重大 因为许多民众怀疑拜登的身体和精神能力能否支持他在白宫在任职4年 这位民主党人经受住了政治对手对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的无情攻击 尤其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后者将于今年6月年满78岁 在2023年的体检之后 白宫医生凯文·奥康纳博士表示 拜登仍然是一个健康精力充沛的80岁男性 他适合成功履行总统的职责 受强风、甘草易燃和异常温暖的气温影响 德克萨斯州狭长地带野火2月27日迅速蔓延 导致多个小镇下令疏散 由于附近地区火势失控 组装和拆卸美国核武的主要设施潘特克斯在昨晚关闭 根据德州农工大学林务局说法 德州州长艾波特对60个郡发布灾难声明 最大的火灾烧毁面积近1040平方公里 规模是26日爆发火灾后的两倍多 林务局表示 最大的火灾焉污烯大火导致公路关闭 火势截至昨天下午仍为火控制 潘特克斯的国家和安全局生产办公室发言人表示 为慎重起见 已从现场撤离他们的非必要人员 核武工厂营运单位在X上称 周三的日班将正常运作所有人员将按表运行任务 美国大型连锁百货公司 梅西百货2月27日宣布 将在未来三年内关闭约150家业绩不佳的同名门店 同时升级剩余的350家门店 并继续开设更小规模的连锁商店 此外 该公司将更加侧重奢侈品销售业务 包括增加旗下高端百货商店Bloomingdale S和高端美装商店Bloomercury的门店数量 据知情人士称 梅西百货正在评估关闭旧金山联合广场旗舰店的可能性 权衡该门店的房地产价值和未来销售增长潜力 可能最早2025年关闭这家旗舰店 旧金山市长伦敦布里德表示 他被告知梅西百货正在考虑出售他们在联合广场的房产 他补充说将他们的大楼出售给新业主的过程需要时间 梅西百货门店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营业 员工将继续在店里工作 今年1月 梅西百货决定关闭5家门店并裁员2350人 占其员工总数的3.5% 截至第四季度末 该公司在美国拥有大约718家门店 4.5% 1% 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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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8%